大神呢 今儿怎么这么清静啊 这就是你说的香火很旺的白云关 是很旺 你看这香炉 这香都燃着呢 也许我一来 这香火就没那么旺了 我是克星 大神呢 是藏起来了 难道是羞于见我 二位 今日为休不开庙 听说你们这位大神仙很灵 灵得很啊 我倒要看看 走开 这人 这位是胡大人 大人 您怎么了 这就是你说的大神 是啊 我认识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刘伯温啊 刘伯温 这回你玩笑开大了 竟然装神弄鬼起来 我要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刘伯温 刘伯温 求大神原谅 刚才那人他 他 他他犯了病了 求大神树下的不敬 树下的不敬 你怎么能带这么一个疯子来 你不怕大神怪罪吗 是是是 还不快走 果然不出先生所料 这胡卫庸的密报上说 刘伯温在金华私自建造妙语 还为自己诉神像 办老道 是 还说这刘伯温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敛财 皇上 这里写得很清楚 他与金华的王神仙狼狈为奸 欺骗百姓 每日的香火供品 竟是珍奇之物 敛财无数 那个胡威庸和李善长 之前不是去过神仙府吗 是 怎么又反倒摇起王神仙来了 皇上 咱们安排在刘伯温身边的人 已经报了 王神仙已经被刘伯温逼得散尽家财 烧香入道了 怎么心事重重的 想什么呢 朕要去金华一趟 要不要多加点葱花 加吧 好嘞 来 来 烫着 给 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 去就去呗 干嘛愁眉苦脸的 去干嘛呀 去拜神 你别笑 你别笑了 朕跟你说啊 那个刘伯温呢 在那里 素了一个像 把自己素成神仙了 这事你还笑 再笑朕不吃了啊 行行行 不是我说你啊 你简直就是那个小肚鸡肠 玩不起了是吧 朕玩不起 那刘伯温把自己当成神仙 让别人对他顶礼膜拜 那朕成什么了 那你说这事气人不气人啊 有什么气人的呀 他说自己是神就是神了 就像你 大伙口口声声管你叫皇上 你就真是天子了 什么意思啊 难道朕不是吗 你不是 你啊 你是个叫崇巴的放牛娃 你呢 讨过饭当过小和尚 要不是因为你啊 打仗出生入死 靠着你的努力 靠着勇敢 还有那个小聪明 靠大伙帮你 这不才得了天下吗 放肆 我还就放肆了 你怎么着吧 踢这个破凳子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你把这儿都砸了 砸就砸 好 接着砸 你等着 来这个 你把这个也砸了 小气鬼 不敢砸了吧 看老娘砸给你 行了 行了 砸不得 这只一两岁银子了 小气鬼 你还添紫呢 土包子 扣门 有本事你接着砸呀 不砸了 砸累了 砸一个小酒中 您就累了 我想砸就砸 不想砸就不砸 管得着吗 小气鬼 赖皮 朕礼贤下市 朕想听听 你怎么看 我一个妇人 我又不是什么下士 再说了 我说的话又招人烦 我不说了 夫人 算朕求你了还不成啊 你要说了 朕把那花瓶赐给你 这花瓶本来就是我的呀 一个物件赐我两回 就说这装修宫殿的时候 你就拿铜来冒充金子 没见过你这么抠门的人 这会儿说我抠门了 这当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 你说的呀 用铜代替金子 为了解解 我现在改主意了 我要真金的 行 给你换金子了 明天我叫人把你的马车 外面全涂上一层金 好不好 又漏了你抠门的底了吧 就涂上一层金啊 那就不错了 金子啊 那身外之物 治国才是硬道理 咱俩是志同道合 那是志同道合 来 夫人 请指教 那你不许生气啊 好 朕不生气 这俗话说得好 出了头的船子鲜烂 刘伯温太聪明 他遭人恨 招人妒忌 这点皇上你比谁都清楚啊 连皇上给他封的右丞相 他的不当 他告老还乡了 何苦在那荒山野岭里 塑像 建庙 他干吗呀 出名 敛财 这 你也太看地他了 连我都不信 若是我 我根本就不去 我还是要去啊 这在宫里太久了 我得出去走走啊 走走也好 你就是别生气 看你说的 我哪是真生气啊 我这心里有什么腻闷 我也就是跟你说说 对外人 我能这样吗 那宰相度里能成船 那天子的度里面 那怎么也能成下一座山吧 成天天子天子的 你还想把天装进你肚子里啊 你别走 等我再做两张心饼 真不想吃了 我是托你带去 去敬那神仙的 你先到外面转转 我得给他重新做 要做带馅的 还做带馅的 当然了 精神气能带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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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